有一次居屏打电话问江坤 你能借我五万吗 我有点困难 江坤却表示 我给你五个字 你拿去卖居屏 二十年交情就值五个字 有句话说得好 人怕出名猪怕壮 江坤出名之后 但凡是和他沾编的都是报款 就连他的字都很值钱 不知道是真的写得好 还是名气的效应 很多观众都抢着买他的字画 记者问 你这个多少钱啊 工作人员说 五千元一张 都是江坤写的 每次别人问的时候才会报价 并且不会低于五千 但是江坤表示 自己卖字画都是为了做慈善 一天 居屏打电话给江坤借钱 江坤的财富不用说 肯定是很有钱 江坤回复道 没问题 不就是五万吗 我现在立刻就去写字 居屏一听猛了 就这点钱居然还写字 后来江坤就被顶上热搜 网友们纷纷驳斥斥说 江坤拿着所谓的艺术挣钱 就算是字画值钱 但是大家也不是没脑子的ATM 居屏因此 还耽误了事情 其实大部分都是名人的效应 一个小物件 普通人拿着和一个明星拿着总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在下方